剛剛委員有提到您今天早上才特地早期 那麼是趕快回到台灣來 原本是請假的 那是什麼原因讓您覺得一定要來到立法 本來其實是因為機票的部分有一點滿 那後來呢 因為就是我老公他有願意大失血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就是真的趕回來了 然後我這次去其實只有三個晚上 所以其實真的很趕這樣 你剛剛進來的時候說沒有很緊張 經過剛剛這樣應該是有三位委員點了你上台這樣子 有比較緊張一點還是還是差不多 你們覺得我有緊張嗎 我覺得就是平常心 因為我有心理準備應該是會被演名這樣子 所以而且我也特別趕回來了 我想說如果沒有點到我 我可能還會有點寂寞吧 因為他現在在那邊說 之前我們機關給我們機關會的 一種會用的我意思說 我們現在我們來可以把世界的報告 那我先恭喜贾董事长 这个刚完成这个六大马之一的芝加哥马拉松 然后还穿着这个101大楼的这个背心去跑 也算是帮这个101大楼来行销 这个所以这个来当这个101的董事长 也肩负了这个行销的这个种植大任 那这个今天早上才才这个回到台北嘛 报告委员是 对六点钟的时候降落 也非常的辛苦 你有带101的矿泉水来 是是是 101都带来立马 那休息结束了 休息结束了 加总想要问一下说 因为这个民众穿着台湾台北 在这个美国加州发送 那因为刚好我们的中华民国的主权 最近也有一些状况 不知道就是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 完全没有任何的状况啊 中华民国的主权就是我们啊 好谢谢 片子长 好谢谢 非常非常开心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我是第十届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 那在今天呢是正式上任 然后也是新生报道 那我是用一个新生报道的心情 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想新生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学习的态度要认真 然后我觉得我的第一步呢 我就是要先去拜码头 拜码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夏姐为什么未来的愿景 邀请谁 我想这个我还蛮从一而终的 我就是想邀请玄冰 而且我已经得到了 就是之前好像我在这个媒体上面跟媒体朋友分享 那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就说天哪 然后就是什么预约保留席啊 然后要坐在摇滚区啊 我就说没有问题 就是楼下的珠宝站 对你们就可以马上如果你们刷了多少钱 然后你们买了一支表就可以坐在前面哦 这样子我会跟团队讨论啦 这只是我初步的想法 那请问一下刚才你之前有提到说有贵妇拉拉队 那没有考虑说可能有谁会之后会来这边支持一下 我觉得他们一定都得来吧 我就是我说我都请他们吃饭 然后他们要shopping我就帮他们铺红毯 然后放烟火 就基本上我的朋友一定都会来的 对应该都会来 老公有没有传说一些精灵秘诀 比如说一些商战啊 或是商机的策略 他每一天都跟我耳提面命很多的事情 像他今天呢就跟我说 甲董甲董请记得就是话不要那么多 讲话不要那么快 然后他说心要是热的头要是冷的 我说可是头冷会感冒 然后他就是会讲很多这类的话 对他比较担心我的个性是就是很直接的 他比较担心说我在这个也没有坐过这个位置 他可能是先怕我说话说得太快这样 对但有一点难改啦 我会提醒自己 我想问一下你们毕竟是观光亮点 观光这一块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非常多的想法 因为在观光这一块呢 其实我在这几天是不断的在看很多的资料 那101其实观景台 我必须很坦白的说 观景台的部分呢 真的是有待加强 因为观景台在整个人流 然后整个业绩 其实跟之前相比呢 是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我想 其实你想想看摩天大楼 在世界各国摩天大楼的观景台 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标 那如果说连我们的国人都不是那么支持的话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我希望先从观景台开始 应该是说你要先让国人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来 然后如果是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或是国外亲戚回来都还会一直再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人流就会起来 想请问一些像是小S的艺人好友有对你表示什么或是跟你恭喜吗 小S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说 贾勇姐 我去到美国你就变董事长了 然后他是完全 他就是其实之前真的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消息 那我就说对啊 所以什么时候要过来董事长请你吃饭 就是我们两个聊天讲话就是会乱讲 你知道就很开心 然后他也是会跟我说 哇你现在讲话是不是都要很震惊 然后你现在讲话是不是都不能够就像你平常这样 我就说当然不会啊我还是我自己啊 对 那会不会邀请他来一些活动站台之类的 那要看他出嫁有没有合理 就对 然后当然希望那他也有跟我说 哦对对对他有跟我说他要来我的办公室 他就说哎你办公室可以喝香槟吗 我说OK啊 那我想问一下玄冰已经跟经纪公司地处邀请了 玄冰的经纪公司还是我对玄冰 玄冰对玄冰的邀请 我很想赶快邀请对但是真的还没有对对 请问一下这101也算是国家的地标 那现在您上年之后现在除了遇到这个中年庆之后 接下来就是10月的这个国家庆典的一个月份 是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国家庆典的部分呢我觉得点灯这是一定要的 那我其实自己在点灯的这个部分呢 我希望能够再活泼一点 然后再增加一些比较多的像是动画 然后可以怎么讲比较活泼可爱 这是我想要营造出来的感受 那但是这一切可能都还要跟制作的团队 动画团队3D团队这边再讨论一下 那我是觉得说101呢 它一定是要带领在台湾是成为视觉 不管是灯光啦音效啦 视觉一定是要是一个灵影潮流的地位 这样子 之前您的上任有一些正反的意见 那您怎么样面对一些对您的质疑的声音呢 嗯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意料之中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已经比我事先意料之中呢 我认为已经是好很多了 我觉得大家已经对我手下留情了 那我想我自己的心态是 我认为是对我质疑就是真的是刚刚好 我觉得我都收到了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会要不断的往前行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嗯就做吧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大家对于一个美女的质疑是一定有的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不同的特质 希望能够展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带给大家是比较耳目一新的101 那你觉得你这次就是能够出现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我能够出现的最大原因 就是可以当对打败其他人 我其实不知道我打败了谁 对我也不知道说就是我出现的最大原因 我想可能真的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然后对于台湾的不管是公众事业的这些 我都是被非常热情的参与 那其实在时尚这一块呢 我就是我就是我自己 然后我就是很想要怎么讲 我觉得不管是在娱乐 在时尚在运动在休闲生活 我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很大的一个体验在里面 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分享 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 应该就是看到了我的特质吧 对 我觉得就是我爸爸在我心目中是一个 就是从小到大看着他穿军装 他是我心目中穿军装最帅的男人 就是超帅超帅 那我希望说我的爸爸现在呢 他应该已经有看到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今天刚好是九三军人节 所以我自己特别有感受 对我希望我爸爸在天上 他非常会以军人的身份 然后看到军人子女 他会非常的感到骄傲 谢谢 外界好奇说年薪待遇的部分 那边可以透露吗 可以透露吗 年薪待遇比照公骨的法人代表 对你也知道不好意思 我讲这种话都会很K的待遇 所以完全是依法比照这个规定 很重要的 谢谢大家